endend 只要這個條件成立 第一個先比到左邊 再來就看右邊 兩個都要成立才ok 另外一種方式是偶爾 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碼前面都一樣 底下不一樣而已 就是說我要判斷 兩位數字正負都算 負的也算 負的如果兩位數字也要算 所以這邊有個偶爾 偶爾偶爾 也就是說這邊的條件判斷 就是說前面它先判斷 判斷完如果true的話 那就不用判斷右邊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等於是這個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那如果這個false 還在就判斷左邊 只要兩個其中有一個 其中有一個是true 就是所謂兩位數字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判斷 執行之後呢 假設我輸入一個是 5 enter 不到兩位數字 好那再來 如果是20的話呢 就會直接怎麼樣呢 跳到這個 兩位數字這個地方 因為它其中它大於等於 有沒有大於等於10 另外還有負的也是一樣 假設說是負 負10好了 負10也算 因為等於嘛 n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會先判斷負的 n如果是等於負10的話 那也就是兩位數字 好 兩位數字 那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也就是說 把這個題目 把它稍微改一下 這個地方 那 少一個if elseif 直接就是if 直接判斷 那這邊條件就是 這個 or的方式 把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或的方式判斷 或的方式判斷 或的方式判斷